好 防疫不能轻忽就是因为现在国内疫情拉警报 昨天在桃园机场传出了四名的确诊个案 包含了三名的清洁员 还有一名防疫计程车司机 而其中呢 这名案17230 这名女清洁员CT值只有11是最低的 目前已知感染的就是Omicron的变异株 也因此呢 现指挥中心已经定调了 说这就是一起桃园经厂的群聚感染事件 同时也在桃机成立了前进指挥所 再度是派出了衣服会执行长王毕正来做统筹 但是呢 今天上午又传出来 说是一名六十多岁女清洁员下班之后 因为身体不适 结果现在确诊了 好 现在还传出来这名女清洁员 原来她就是跟前面这三位女清洁员呢 都是坐同一辆交通车 好 现在也因此呢 经过检验确诊 让桃机的确诊人数累计达到五人 王毕正他今天证实了此事 说目前都还需要再调查理清 桃园机场裁剪诊镇进驻 就怕有个万一不少清洁员一早就来筛检 就连王毕正也到现场监察指挥 拆弹专家王毕正第四度出任 前进指挥所指挥官 也是他在绯闻之后首次出任务 并且证实又增加一个清洁员确诊 这是一名在机场第二行下执行的 大夜班清洁人员 原本排定五号上午裁剪 却在四号返家之后觉得身体不适 自行前往就医 裁剪之后五号凌晨被确诊 那动线都还是照原先动线 只是说要做一些调整 那用会怎么调整呢 调整的细节很多 桃机公司严正以待扩大筛检 针对可能的场域或动线员工 指挥中心也支援2400剂的快筛 其中机场员工有600人 其他是在机场各单位的人员 另一个部分是信实清洁人员 以及相关员工共800多人 进行PCR裁剪 5号一整天会有600多人完成快筛 当中包括了清洁人员 机场车驾驶 以及航下工作人员 而未来机场车司机 每三天要生活脱离PCR裁剪一次 机场内的员工每周快筛一次 希望早日将病毒堵绝国门之外 在台北找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